美国联邦众议员高野率领跨党派众议员来台湾进行两天一夜的访问 一早拜会退府会主委冯士宽 主要针对后备军力的提升进行交流 总统蔡英文今天也在府内接见 透露退府会明年1月份开始 还会派员常驻华府 高野则是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 台美一同在面对疫情有非常大的进展 相信在未来美国官员来访台湾 会变成常态 而议员团也在26号晚间已经离开台湾 美国行政专机抵达台湾 联邦众议员访问团结束行程终于返国 回顾这趟两天旋风之旅 美国议员访问团来到台湾 这已经是这个月内第二度有议员访台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接见 由联邦众议员高野率团 包括斯拉金欧瑞德 杰卡伯斯及梅斯等跨党派众议员 旋风访台两天一夜 针对美台关系跟区域安全进行讨论 双方的政策方向稳定 更能够增加相互的互信跟往来 台湾有决心解决困难的贸易问题 并且希望透过TIFA跟美国一起来 推动双边区域以及全球的贸易精神 而访问团成员横跨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 军事跟外交委员会 退伍会多年来更长期争取赴美派驻人员 今年终于获得美方同意 从明年1月开始我们退伍会将会派员常驻华府 可以针对退伍军人的健康保险 有职医疗就业辅导以及长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 长期目标要跟美方建立官方联系管道 双方积极为深化台美退役军人交流共同努力 记者萧比宜 萧瑞森 台湾部导